你台湾上的护照写的什么 The public of China 你X滚 听到没有 你的护照上写的不是X台湾 你自己去看一下你的护照上写的什么 X台湾护照 因为那天的节目内容没有涉及到任何政治 但是它就表现得如此的崩溃 而且当天的那个留言也是很平常的一句 你作为是中国网红 你就代表着中国人的一些素质什么之类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大陆人对他的这次言行也感觉到 有点过头了 有点过激了 人家你的粉丝只是留言了一句台湾护照 可以去美国不用亲人证吗 这样一个事实 他就激动了 狗急跳墙了 那抖音下面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留言 很多中国网友调侃他 嘲讽他 在台湾人面前丢了中国人的脸 没面子 硬装逼 没必要 反正就是中国网友看了这一次他的直播 就觉得非常的丢脸